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这个丙烯画植物的第二期视频 那这个方法其实画油画也是ok的 那油画它颜料比较难干 所以大家在画的时候可以等底色干的时候再画 先像我视频一样勾出这个树木 这个边缘稍微乱点 比上次那个树要复杂很多 然后要留出一个空间是给天空的部分 那打底的话这个天空的颜色一定要画到这个树叶里面去 对吧这个树木中间它有个空隙 对吧那我们就画进去 并且要塞画一些零散的到这个边缘的叶子 因为可以超过这个沟边的大概一厘米左右 这样的话打完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暗绿色去低层地 暗绿色我们先从暗色开始 先画一下这个叶子 边缘稍微凌乱一点毛罩一些 但是不要太圆 这个造型的话大家可以先从一些作品当中 去灵工一下它的树叶的造型 然后用这个比较毛罩的笔就是炸毛笔 对吧去画一下这个边缘 像我视频一样画的比较乱 对吧没有什么规律可讲的 有一个小伙伴问老师这个我画不来 这个但是从长期的练习当中 慢慢逐渐锻炼成你这种能画出规律的感觉 所以大家先去临摹或者用一些铅笔去多画一些植物去临摹一下 看一下它们这些造型 它们是怎么做到这种自然 灵乱 这个叶子的边缘呢 我们用这个天空的颜色就是这个浅蓝色 加入这个我们这个暗绿色对吧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颜色会更加的能够跟天空融合在一起 这样我们这个树就可以有一定的层次先体现出来 依然还是要少一点的银料 然后可以稍微凸出去一些叶子 这样画完的话我们就按照上一节课的内容 叠上两层颜色三层颜色 这个部分我就跳过了 那我直接提高光 跳高光之后我们给它 加入一些蜂蜂和色彩 但我这边视频就没有示范 大家可以自己去尝试加入一些蜂蜂色彩 然后我们给它画一下树干 树干的话我用到的是这个熟褐色 先用暗一点的熟褐色 画一些画一遍 这数字大家可以先多多练习一下 因为这个对于新手来说控制比较难 然后给它提个亮 提亮颜色就是土王加白色 那我们本期的这个树木的绘画教程就先到这边 那喜欢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画草艺术 我们下期再见